新鲜猪头拿回家 张姐又拿出了一样对付猪头的神器 那就是喷枪 开始喷了 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喷枪往这一烤 它整个就开始收缩这个皮 卷起来了 现在有一股焦香味 可以了吗这样 还要再烤一烤 要烤成黑色什么 本以为喷枪只是为了烧掉猪头表面 没有剔除干净的细毛 没想到张姐一直把它烧到了焦黑 味道调查员正疑惑 这猪头还能不能吃的时候 张姐又来了一波神操作 我开始还怕它糊掉 结果咱们这样一刷又给它刷掉了 这层黑色的 现在是嫩嫩的 滑滑的了 对 外焦底嫩 我来试试呗 张姐说 之所以要把猪头烧到焦黑 既是为了要彻底清理猪毛 也是为了去除猪皮的腥味 张姐农家乐理的腊猪头 虽然一直深受食客的喜爱 但这次张姐决定不做腊猪头 而是要卤制一个五香猪头 然后再来一个时尚的吃法 整只猪头太厚 所以卤制前要先给猪头脱骨 这可是个技术活 猪头凹凸不平 猪头骨分布也错综复杂 给猪头去骨绝非易事 张姐小心翼翼的将猪头 沿脸部轮廓脱骨 尤其是猪的口鼻部位 小心不要切断 猪头下锅焯水 加入葱姜料酒去腥提鲜 香叶 桂皮等众多细碎的调料 极易浸入猪头的耳缝等部位 影响成品口感 所以要用纱布包裹 制作成料包 白砂糖入油锅炒出糖晒 再加入豆瓣酱 无需酱油就可以让猪头完美上晒 小火慢煮一小时 带表皮光润 汤汁浓郁一道秘制五香猪头 就制作完成了